想到不合理的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新闻 买新车去办全险 通常都是由业务员来代办 但你曾经仔细去check 去核对你这个保单的内容吗 在高雄有一个蔡小姐就指控了 由业务员代办的汽车全险 竟然比她自己后来再办了 多了一万多块钱 结果仔细去核对了一下 这保单的内容还有契约 才发现多了一笔丢车的赔车险 这个保险的是车子的业务 拿出买车契约书 蔡小姐兴奋的指着合约 说她就是因为这四个字 丢车陪车多缴了一万多元 指控业务员当初没说清楚 根本是诈骗 我是今年去把那个保单列印出来 我在这A金的保险 里面根本也没有丢车陪车险这种东西 有被骗的感觉啊 你花了一万多块 原来蔡小姐去年买新车 业务收钱时只笼统的说 新车全选要五万三千元 汽车合约书上 业务勾了以示车险 亿万险 窃盗险 和乘客险 只在窃盗险后方用手写备注 含丢车赔车 但实际看到保单 上面却只有以示车险 窃盗险 责任险和乘客险 到处找不到所谓的丢车赔车险 保费价差却足足差了 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元 蔡小姐打电话追问业务员 对方连跟哪家公司投保都说不清楚 原来根本没有所谓的丢车赔车险 这是业务员为了要卖利润高的防盗器材所附加的 民众要保车险 得注意有没有被当肥养仔了 中天新闻零件药报经营 高雄报